大家好,這也是遊戲廢人 2月13從上線以來 目前遇到最多玩家的問題 應該都是關於技能要怎麼樣連鎖怎麼配 大部分的玩家一開始沒有太多的資源 那這段期間其實打怪你會發現怪非常難打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目前我們如果按照進度去順順的打的話 像我現在50等是在幾乎沒有卡關的情況下 打下去的 但是我現在這張地圖 其實已經是 60等的地圖了 所以我是已經跨10等 去打怪 那個難度 老實說如果你沒有科金的話 會有點 痛苦 畢竟你是月等去打怪 那也因為遊戲難度太高 所以完全不建議目前的玩家一起守的時候使用近戰 你不一定要玩賭 但是你絕對要玩遠程 近戰還有召喚都必須要比較後期才能夠考慮 尤其是近戰 你必須要等到後期 裝備資源都非常齊全以後 再來考慮玩近戰 召喚的話其實大概就是像我現在50等以後可以開始考慮 但是你要先能夠拿到一些比較關鍵的裝備 尤其是召喚的屬性裝備並不好洗出來 雖然洗得出來 但是武器相關的 並不多 所以等於是你要玩召喚幾乎都要去找傳奇 這個也是目前比較麻煩點 也因此 我今天介紹的主要就還是先以毒的連線方法為主 那玩毒的話當然大家都知道 優先玩的是毒性火花 但是毒性火花要怎麼樣玩 其實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像我一樣 採用 打擊技能去觸發毒性火花 老實說這個是比較有錢一點的玩法 因為這個玩法會讓你變強一些 但是你要付出來的資源要多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只是一個一般玩家 可能只有課830的起手禮包而已 或者是甚至無課玩家的話 不要像我這樣子玩 你要玩就直接 存毒性火花就好 那毒性火花要怎麼串呢? 毒性火花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是 毒性火花它並沒有打擊 它是咒紋、持續攻擊、毒性以及投射體 但它又不吃投射體傷害 它雖然有貫穿 但是因為它本身沒有打擊傷害 所以你去貫穿增傷 其實也沒有用 它的所有傷害都是持續傷害 也因此我們要增加的就是它的毒傷 咒紋傷 持續傷害 一定要裝的當然第一個就是這個持續傷害 因為它並沒有打擊傷害 所以它的打擊傷害減幅對它來說完全沒有影響 但是持續傷害增幅會對它有大幅的傷害增加 所以像我把這顆拿掉的話 它只有DPS 11173 裝上去以後DPS直接暴增到14492 這顆持續傷害 的增幅非常大 可以說是毒性火花的優先增幅 再來因為 綠色的目前最好的一顆我還沒有拿到 所以我只能先裝 額外毒性以及精銳屠殺者 有些人可能會想說裝多重發射 那多重發射的確對於 毒性火花來說並沒有什麼 傷害減免的問題 因為它投射體傷害減傷 毒性火花也不會被減到 問題在於 毒性火花一開始的時候它其實就有4個發射體 那我因為升到了金色所以它變成有6個 根本不需要再去多浪費1格去裝多重發射 因為你變成8個其實也沒有什麼意思 裝上去即使沒有傷害減免但也沒有傷害增加 所以與其裝這個你不如把一個格子拿去裝這些傷害增加的 像有沒有裝這顆額外毒性 其實它DPS也是差了1000 那精銳屠殺者的話傷害不會顯示上去 所以在你打精銳怪的時候會變比較快 然後還有一個位置 就是我說最好的那顆我還沒拿到的 毒性貫穿 毒性貫穿這一顆必須要靠合成才能夠拿到 就是你拿3顆白的去合 完全碰運氣 然後又沒有保底 這個真的就是等到錢多的時候再來洗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升技能 錢很快就噴光了 所以在限制上我就先不追求毒性貫穿 有機會打到 多餘的符吻 我再來合成 另外有一些雖然對毒性不錯的 但毒性火化不能裝的 例如說像是 流氏的痛苦 這一個 就很可惜 因為它限定一定要是 打擊加毒性 毒性火化並沒有打擊 所以不能夠裝流氏的痛苦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一點 另外還有像是猛毒 雖然毒性火化可以裝 但毒性火化是靠中毒而不是靠打擊 所以你裝了猛毒的話會讓毒性火化變得完全沒有傷害 所以反而不能裝這一顆 而藍色部分可以裝的也不多 其實就是 剛剛我講的持續傷害 咒紋傷害 所以毒性火化的連線方法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以三藍三綠為優先 然後藍色就是咒紋命中 咒紋傷害增加 以及持續傷害 就這三顆沒有其他可以用 那綠色的話 可以用的稍微比較多 但是最優先如果想要可以用的話 就是看能不能夠拿到毒性貫穿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像額外毒性這些可以先加減穿 這個是純毒性火化的部分 我自己本身是玩觸發型的 所以我前面還要加一個 打擊咒紋 那打擊咒紋的話 你可以用任何的打擊咒紋沒關係 但因為我的天賦全部都點毒了 所以 我的打擊咒紋直接用毒 理論上來說也會比較好 毒的技能有蠻多的 那我目前看上的有三個技能 這三個技能因為其中一個是 攻擊而不是咒紋 所以我還沒有使用 那我在這裡跟大家講一下 是哪三個 第一個投資暗器 但投資暗器的話就不能接咒紋打擊觸發咒紋 而要接攻擊觸發咒紋 那那個連線就是紅色的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比較麻煩 所以我也不推薦一開始先選這個技能 我會比較推薦的就是我自己使用的 瘟疫之刺 以及 毒珠這兩個技能 那這兩個技能的差別在於瘟疫之刺其實在打擊上面的單一傷害比較強 但它持續傷害其實並不強 我會選擇瘟疫之刺單純只是因為它的射程很遠 而且打得快 再加上它本身 的直接傷害高 那我用瘟疫之刺是為了要彌補 毒性火花並沒有直接傷害的缺點 毒性火花它是一個打完就可以 事後不理問題是它是一個持續傷害 毒的話當然你打得快是可以在敵人身上疊更多層毒 但一個敵人身上最多就是疊五層毒而已 除非你等到後面天賦點點再加多五層 這樣子的話才可能會有差別 但是瘟疫之刺它本身就是一個直擊傷害 對一些 學比較少的怪物來說 其實 它可以讓我比較快的清掉怪物 那另外一個選擇就是 毒珠 那毒珠的話它本身是屬於連鎖系的 在距離上面比瘟疫之刺短一點 再加上它的攻擊模式是屬於彈跳型的 我自己稍微比較不喜歡 這一種方式 而且它的 距離比較短 這個對我來說是比較 在意的點 要不然的話 以性能來說 它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所以綜合來說最後我是選擇瘟疫之刺 那麼在瘟疫之刺的連鎖部分 因為我很努力的洗了 但還是 沒有洗出 五個 就我把我身上的符紋全部洗光了 還是 維持四個 那因為其中一個一定要串連發動 所以你只剩下三個可以配 那這三個的話多重發射其實是一定要的 要不然它只有一根而已 太少 那再來 藍色的部分因為可以用的不多 所以我就直接採用 咒文傷害增加 持續傷害這個並不適合瘟疫之刺 瘟疫之刺是打擊高 持續傷害低 所以你使用持續傷害去大幅減少打擊傷害 增加持續傷害對於瘟疫之刺來說反而是減傷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瘟疫之刺現在這樣子是15050 我們把持續傷害移過去 他傷害反而減少了 而且是大幅減少了5000 所以持續傷害並不適合瘟疫之刺 不要給瘟疫之刺用持續傷害 那相反的我剛才有講到的 劉氏的痛苦是可以給瘟疫之刺的 雖然提升幅度並沒有到非常大 但是至少是會有提升的 所以瘟疫之刺的藍色編不需要多 他只需要兩個藍色編 就夠了 如果你有三個藍色編的話 第三個可以考慮的是放 迅速施展 因為畢竟他是給你主要施展用的 但我個人是覺得施展速度 目前以天賦有點施展的話 其實就夠了 除非你是考慮拿雙手武器 如果你是拿雙手法武的話 那施展就可能需要用 那因為我是拿單手的 所以本身施展速度我覺得是夠 眼鏡子連線的部分我就推薦 多重發射 額外毒性傷害 咒紋傷害增加 咒紋命縱使發動咒紋 剩下的兩格 如果是兩格綠的話 就用劉氏的痛苦 以及 毒性貫穿 如果是 一蘭一綠的話 就用毒性貫穿 以及 迅速施展 這就是我目前想出來 主要比較好的配對方法 當然如果你要用別的也是可以 其實我有合出來連鎖這一顆 我就可以把瘟疫知識變成連鎖 但因為以現在來說 我覺得 還沒有那個必要 如果之後要再玩毒的話 其實我有考慮的另外一個方向是 走 毒性劍雨 我有去拼了合成啦 那我合出來的不是毒性劍雨 我合到了 召喚憤怒符文騎士 這也是最低藍色的技能 所以我兩次合藍其實都是直接就成功 合到合成限定的符文 因為遊戲裡面的弓 它也有設計純物理弓 以及物理跟魔法混合弓 其實可以拿物理跟魔法混合弓 使用毒性劍雨 它本身是有打擊的 再去搭配觸發毒性火花 當然這個就是要看有沒有辦法打到一些 專屬的傳說 像我自己本身現在是有打到這個 可是這個就要玩火的 因為遊戲裡面的隕石術有冷卻時間10秒鐘 遊戲比較後面的時候 是可以有減少冷卻時間的效果 可以讓需要冷卻時間的技能比較快的投擲 但這個就需要等級高以後才可以玩 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拜拜 拜拜